署長,你帶一問是哪一位同事,開始 莊柱姐 或者由我和大家進行逐條審議 這條條例其實自在有幾方面進行一些修訂 第一方面就是 你說吧,你講 逐條審議 OK,就是就著這個版權擁有人 或者表演者向公眾傳播作品 或者表演的一些權利,訂定一些條文 第二方面就是就著一些 限制聯繫服務提供者的一些法律責任 我們所講的安全港,也有一些條文 第三方面就是 在一些我們所講的版權豁免 或者一些允許行為 就是說會不侵犯版權或者表演者權利的情況下 也都作出一些修訂的條文 另一方面就是就著 在進行一些關乎侵犯版權的訴訟裡 是不是在法庭適當的時候 會有一些額外的因素 可以去考慮 應該是判與一些額外的損害賠償 就著這四大方面 就有關的條文作出修訂 首先就是這個條文可以簡稱 或者引稱為 2014年的版權修訂條例 這條條例就會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以欠佈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第二方面就是這個版權修訂條例 就會是就著現有的條文 第528章就一系列的一些條文 就是我們現在將會是進行的 第3至第96條進行修訂的